Hello,大家好,各位听众老爷,观众老爷,以及我的会员member,各位巴依老爷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Bob,一个38岁被中国淘汰的职业经理人,目前失业在澳大利亚吃我老婆软饭的职业经理人Bob 那好,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话题是,从高调宣传中特估主题,可以看出中国已经开始彻底放弃民营经济,然后理智气大的做大做强国企 然后呢,就像我说的,希望所有民营经济从业者论清现实,做好最坏的准备,地域不光有18层 然后同时呢,就是也是告诉所有正在中国工作的人,如果能够去国企就去国企 如果不能去国企,尽量看能够把自己的企业变成国企的企业 因为在君子不利于危强之下嘛,实在是也没办法,如果不能够出国,不能够论 那就想办法保护好自己和自己的家庭 这是我唯一能够跟大家说的了 那为什么会谈这个事情呢,就是中特估这个概念呢 我之前就5月15号的时候,他突然火了一把 火的时候我就想说了,中特估是中国的一个标杆 就是我们之前一直说公私合营,对吧 或者说理直气,气壮,做大国企,到底怎么个弄法 大家没有人讲得清楚,那中特估,包括中特估这个概念出来了之后 就5月15号正式开始了之后,大家都看到了说,是这么个干法 那就是将来的一切希望呢,都已经破灭了 做好最坏的打算就好 先说一下什么是中特估啊 这中国老发明名词就搞得很难受,对吧 就这名词特别尴尬 中特估计,中国特色估值体系 你一听这名字,社会主义味道十足 可怕至极,中国特色主义公值体系的简称 然后最早呢,是在2022年11月21日 由证监会领导议会满,在2022年的金融论坛上面 讲话提到的,提到了什么呢 说提到了要深入研究成熟市场估值理论的适用场景 把握好不同类型上市公司的估值逻辑 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估值体系 促进市场资源配置功能更好发挥 可怕不可怕 中国特色估值体系 一听到这几个词,真的,我毛骨悚然 毛骨悚然 所以你说怎么弄 我就想到了公私合营 国进民退 理直气壮做大国旗,太可怕了 所以你看,马化腾都被吓得瘦了 那继续讲 然后说,讲话强调要建设好,发展好 中国特色,现代资本主义 只要一听到中国特色,你就毛骨悚然吧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并指出当前资本市场发展的面临多重制约因素 如对中国特色 理解不深刻 把握不到位 落实有偏差 简单的搞拿来主义 对资本市场一般规律 认识不全面 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 所以真的,各位 各位,就听得到的 如果可以的话,请帮我转发一下,给更多的人去听哦 你说这一段话里面,那么多邪恶的词语在这上面 当然对小粉红来说,这不叫邪恶,这叫什么 这叫我们的民族自信 路线自信 领袖自信 两百斤自信 对 但是对我这种外企培养的职业经理人 真的是听得后几辈发凉 毛骨悚然 他这几个词啊 在我的父辈 爷爷爷辈身上都体现过一次 我太知道是这么回事情了 公私合营 好,那我们继续往下说 然后接下来呢 紧接着就是2022年12月份的时候呢 上交所就提出了中央企业综合服务 你三年行动 然后提出要服务失去的央企估值回归到合理水平 你一听这种事情就知道 真的,就差枪 拿着枪指着那个民营经济 你们都得给我死 只能央企好 或者你 我央企合并你 对吧 社会主义红色恐怖 你看那名单又长 对吧 你看这子弹又尖又细 然后并且提出了 央国企重估是中国特色估值体系中重要的一环 重要的一环 你听听看 听听看 邪恶不邪恶 恐怖不恐怖 对小粉红来说特别开心 尤其是Clubhouse那些 德国小粉红 美国小粉红 加拿大小粉红和澳大利亚小粉红 他们肯定是特别开心的 因为毕竟那个既得利益者是他们嘛 然后2023年2月24号的时候 国家又一次提出了说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提高核心竞争力 国资为有关负责人谈全面推进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 要深化了 对吧 不是像就是去年啊 或者年初的时候谈的 谈谈而已 是要 努力去干了 而且是是要约谈了 对 然后就说呢 这个事情呢 主要是为央企和国企带来了巨大的想象空间 而且这想象空间吧 根据这篇文章看起来的话呢 真的是一种带有红色的社会主义恐怖气息的想象空间 对吧 我已经恐怖到发抖了 然后说呢 要与传统对企业的估值不同 什么这样的不同呢 中特估要减少对企业的盈利能力的关注 更关注盈利能力和经营效率的改善 打破资本主义的那一套腐败成就的 将近发展了500多年的这些那个理论 对吧 什么曼昆经济学拉倒吧 我的社会主义经济学 然后说呢 还要就是重点强调的是考虑民生问题 大国范 大国范 计划经济要来了 全都给你安排上 然后说 国资委对2013年市央企的发展目标来看呢 经营目标从2022年的两立四律升级到一立五律 对吧 那大家肯定要怀 就又要听不懂了 这两立四律是什么 一立五律又是什么东西 这也是中国特色 这发明名词真的是 真的是 就和英语国家发明名词 完全是两个概念 先说一下什么 叫两年四律 这是国家给的一个概念 就是净利润和利润总额 这是以前的考核标准 就两立 对吧 四律是什么呢 就是营业收入利润率 资产负债率 研发投入强度和全员劳动生产率 这是呢 以前的那个考核 然后还有什么两增一高啊 一扣两增一控三提高啊 之类的这种 大家看一看就好 那一立五律是什么呢 一立五律就是利液总额 我们就一立就就就变成了说 只有利润总额了 而不看净利润了 也就是说你你空空转都行 没有任何问题的 不看净利润了 然后五律是什么呢 资产负债率 净资产收益率 全员劳动生产率 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和营业 现金比率啊 这这这几个其中就gap的地方 就在于说净资产收益率 和营业现金比率 这个东西是是有一个改变 对 然后这一增一稳四提高 对吧 之前是两增一控三提高 那控也不控了 像我们这种职业经理人 就专门喜欢去做的 就是那个内控啊 风控啊 这些外控啊 别控了 别控了啊 怎么怎么路子也怎么来 那这一增一稳四提升是什么呢 利润总额增速高于全国GDP增速 就是央企要起到龙头带头作用 那是民企呢 民企你哪里凉快哪里去 啊 跑远点 外企呢 外企除了德国巴斯服务 德国大众 对吧 美国 美国车牢 对吧 上海话车牢 车牢 美国车牢能够跑多远跑多远 对吧 日本车牢能跑多远 对吧 跑多远 韩国现在跟中国关系还算不错啊 对吧 还留着 对吧 就反正我我的国企要理直气大的做强 气壮的做强他了 然后一吻 一吻就是净资产利率总体保持稳定 对吧 四提升 资产产业效益提升 全员劳动力提升 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和营业现金比率 其实这些进一步提升 所以真的 就我这个标题也不是瞎写的 民营企业的所有从业者也好 或者说那个老板 厂二代之类的关 不管什么 大家都可以考虑一下接下来的一个问题 到底是你把你的厂子给国家 还是让国家收购 还是说就没了 如果是你算了半天 最后变成没了的话 那你就要考虑好如何论了 真的 我跟你们大家说句实话 然后 这个中特估的背景是什么 我又去做了一下research 就提出的背景是 上市国企央企的估值长期边低 严重的损害了国家利益 也就是胡锦涛胡温时代的说的 国国退明镜了 对吧 所以他就不开心了 然后你看他说 2010年以来 这个就特别明显 2010年以来 无论从市盈率PE 还是市净率PB看 国企的估值水平 起明显低于民企 那2010年以来 中国国企的指数 市盈率值为313.4倍 民企呢 是38.8倍 国企指数市净值率呢 为1.6倍 民企为3.5倍 所以不管怎么算呢 民企的估值基本上都为国企的两倍 所以怎么样 就是民企反动透顶 你们这些民营企业家 竟然做的比国有企业好 我仍你们 从2010年到2023年 我仍你们了13年 我给你们收收骨头了 所以呢 他这个东西就要开始做中特估 这个叫题材 题材 他在wind上面有 然后又说了 又开始叫苦了 说在银行建筑石油花工等重点产业里面呢 大部分国企 央企的PB估值长期低于一倍 例如42家上市企业中 仅宁波银行 宁波银行现在也不行了 招商银行 PB大于1 交通华夏普发 PB能在0.4以下 怎么怎么办 对吧 我这个被你们民企打压这么多年 我也生气了 终于找到机会开始来揍你们了 然后中特估有哪些 他因为他是一个板 他是一个板块吧 也是一个题材 所以他有哪些呢 包含了 通信啊 计算机啊 建筑啊 能源电力 军工银行 然后都是国企啊 就中字头的企业 你才有资格进中特估 所以你们可以看好 中特估就代表着说 将来中国会最好的 的盈利能力 然后比如说像近期 涨四三强的运营商 中国电信 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 反正中国就是参加嘛 还有三桶油 中石油 中石化和中海油 都属于中特估的范畴 所以如果要就是 也有一些就是资本 就是比如说 硅谷那些资本投资者 他们就说 我们是不管政治的 我们不分对和错的 还有他们也不分道理和不道理的 他们只管钱在哪里 所以如果 如果看得到这些的呢 也可以去看看中特估 我给你们提个行 有这么个东西 对吧 然后又说了 此前为了维护国有权益 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有关部门就规定了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发行股份 包括IPO或者载农资 价格不得低于每股净资产值 即PB要大于或者等于1的原则 然后呢 当前由于国企上市公司的PB 大幅低于1的非常普遍 导致农资陷入了困境 然后这种现象呢 在长期下去会损害国企 央企的上市公司 正常的农资能力 接下来就开始拉偏价了 你知道吗 也不利于盘活国有资产 对吧 然后以国有大行为代表的商业银行 具有债农资补充资本金的强烈需求 否则无法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 自己无能 还要怪别人 怪民营经济搞得好 怪市场规则不好 对他不利 对吧 然后就要盘活国有资产 也对国企改革补充社保基金 具有重要意义 你看现在社保基金不是亏空了吗 对不对 老百姓不是要出问题了吗 这是谁的错 肯定不能是我国企的错 我国企怎么可能有错呢 我是为大光明正确的 那谁的错 一 规则有错误 是吧 你们搞的是资本主义那一套规则 当时邓小平也不是说了吗 股市搞不好 把它拉倒关了 不就得了吗 对 估计也快了 当然也可以不管 不管怎么搞呢 就是要搞我社会主义这套规则 至于怎么搞呢 你看这里都给你写的很清楚了 对吧 改规则 你规则不利于我 帮你改了 对吧 要什么王法 来 给他写一张王法 然后又说到说 国企啊 央企啊 在A股中扮演什么角色呢 为何成为中特估的核心抓手呢 因为国企 央企呢 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A股市场的压仓石 你看我们是国家之动量 是国家的压仓石 有国才有家 对吧 有国才有你民营经济 我国有经济不好 你民营经济凭什么能好 对吧 所以说截止至2013年3月份呢 A股上市国企数量 近1400家 占A股上市公司总数的28%左右 总市值规模约46万亿 占A股总市值的48% 对吧 按照2022年三季度的收入规模测算呢 上市公司 国有企业有34万亿左右的营收 占A股总营收的66% 是吧 你看我 我占的比例这么大 但是呢 我的那个整体的那个盈利能力呢 又没有你们强 那怎么办 干死你才怪嘛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如果大家要看中特股 就可以去看这个叫Win的 Win的这个平台 叫温德 哎呀 Win的这个平台里面就说 中特股指数里面的指数回报率 是最好的 你看所有的就是 比如说万德蓝筹股啊 万德全A啊 全都是往下在走的 对吧 走得特别难看 这个趋势 就中特股这根蓝线 独占凹头 一飞冲天 是吧 所以呢 你看 要发财就买中特股 对吧 这东西还不是你想买就能买 所以 理直气壮做大国企啊 理直气壮做大国企啊 我我是同意的 我举双手双脚同意啊 反正我国企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我曾经有两次在国企 一次在中国电信 一次在上海电视摊 都是以那个派遣制员工的身份进去的 所以 所以像国企这种高贵的地方 我这种 哪怕上海的屌丝 也只能够以派遣制员工进去 完蛋了呀 真的完蛋了 所以我在这里真的奉劝各位民营企业家和外企的 不管打工的也好 老板的也好 要么准备好论 要么准备好资产风险 分散 要么就什么 准备好 打不过就加入 对吧 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没有什么不好意思 打不过就加入 还是那句话 君子不利于危强之下 然后你保护住你的家庭 你就是英雄 不用有什么 特别不好意思 好 谢谢各位能够听我 叨叨叨叨叨叨这么久 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 如果大家觉得这期好的话 真的多传播一下 给身边的人看一下 感谢观看